上海楼市回暖了 10月份上海20房成交量一个5000套 连续两个月成交量回升 12月6号央妈宣布降着0.5个百分点 上海楼市真的要回暖了吗 是不是要赶快去买房子 否则房价又要涨了呢 兄弟稳住 听我给你说两句 上海筹交量算有所回升 但依然是成交量的低位 我认为这是部分业主 急于套现以降价换成交 有些刚需等不及建好就收导致的 现在市场想要成交 还是建立在降价的基础之上 以此释放了一批钢学而已 关于降准 这次会释放1.2万亿资金出来 但是基本和楼市没有关系 钱不会流向楼市 扶持的不是楼市 而是实体经济和小微企业 你说这些钱最终会流向楼市 那去问银行就行了 现在贷款成数有没有变 贷款利率有没有变 如果没有 那么资金的成本和杠杆就没有变 即使可以留 但留回去干嘛 无力可图啊 大家不要低估国家对于楼市的调控决心 房租不炒是未来的核心 像我们也是 我媳妇也是有一套房子 上海房屋有一套房子的 他现在房子住出去了 1.2万 那住在我们的房子 他自己的房子可以住出去了 对吧 这样就好多了呀 如果 他们也是一个女儿呀 女儿也有的呀 不是一样的吗 那他也没有压力呀 那你还能住1.2 对呀 那住1.2他也要对抗呀 他买的房子也要对抗的呀 对吧 他买的房子贷款 那边1.2就能保住这个 对啊 黄贷了吧 差不多了 那我们家还有黄贷呢 啊 我们家还有黄贷呢 你们家还有黄贷呢 对呀 你想想看 两套房子2000多万了 你你对几百万也是算什么了 哦 对吧 他一套房子也1000万了 1000万 他现在还还有对抗呢 那我们家也是一套房子 他们两人一人一套嘛 哦 那那贷款肯定要贷得多的了 对 对吧 你说压力是重的 但是他还可以 可以 女方没有房子的话 你就压力重了 对对对 女方有房子 他就好多了 一套房子可以租出去了 对 就等于另外一套的房贷 他有房子可以自己还掉了 房子养房子了 得养出来了 对对对养出了 那孩子大了这个房子给孩子 不是养一个就好了吗 他们不用买房子了 你养两个了 还要买一套了 那吃得消啊 对吧 他们房子要30年了 那30年以后这个孩子长大了 这套房子给他们 他们就不用再买房子了 如果你剩两个 你够得着吗 你还要买一套了 到那个时候不是1000万了 说不定一套房子是2000万了 你说是吧 收不起 瞧你你100万 100万要了干嘛呀 你啥想 夹你一套房子要几千万了 100万要了干嘛呀 你啥想 夹你一套房子要 肯定要来了 给他一套房子还麻麻糊糊糊 夹你一套房子的话 但是不可能的呀 我那个上海一套房子买掉了 那时候买他小的呀 小的买好来以后 现在就是小的买掉了 改了就是手术买一个大的 不过那个时候一开始没买 我觉得第二套 后面一个就买不起了呀 因为你没这个底了呀 对没底了 对吧 你买了一套房子 房子涨价你更上来的 你乘车子一样的 开掉了呀 对 买不掉了呀 对对吧 那个时候没钱呀 孩子要上学 要读书要钱嘛 对吧 就靠一点点工资 还要买个 没钱 没办法呀 只能买个小的 等儿子工作了再买 一点点来了没办法了 有多少钱用不了 你没有第一次 没有第一套小的房子 你哪里来的 第二套大的呢 所以第一套房子一定要买的对 对对对 第一套买对了 后面跟上去了 你第一套买的不对 后面跟不上去 那你是买在普通哪里呀 我第一套买在路加最旁边的 小的 那个房子三十几个平方 四十个也不到一点 哎呀那现在老值钱了 现在那个地方 对呀我卖掉了呀 去年卖掉了呀 又换了一个大的呀 厉害 去年卖掉了 然后再换了一个 那个就换了一个呀 换了一个新的 房子现在还没拿呢 去年买的 还没拿 买了一手新房 对一手新房还没拿呢 买好了以后 刚刚买好 三个月 快充充充 三百万就涨好了 想着感觉还是胆子大一点好 你乘上去 车子乘上去了 如果你不乘上去拿 现在你买晚得起吧 现在肯定买不起了呀 银行给你借给你 这么便宜的利息 你干嘛不得呢 就像以前我们那个时候 买房子人家得十万 吓死了要得十万了 现在你十万什么东西呀 以前那个万元富不得了的 对吧 你三十年前的万元富吗 不得了的 所以说呀 能得就得 要往后想 要往后想 不要这个时候不得那个时候不得 胖不要胖 年纪轻的可能 对这个是这样的 对吧 胆子要大 胆子要大 国家能借给你 银行能借给你 所以没有这个时候 亏了也是他们的 对吧 怕啥呀 上海是全世界的上海 对 外国人外地人哪里的人都来 你想想看 都要到这边来 只能够说 哎 涨三块第一块 涨三块第一块 这个小步浪 但是还是往上走 对 三十年到现在二十几年 就是这么回事 涨上去下来一点点 再涨上去再下来 像个股票一样的 涨三块第二一块 对就是这个意思 人家一看掉一块的吓死了 你只要涨在前面买进了 你掉一块吓啥呀 我涨了三块 掉下一块也无所谓的 这样子的 这几年不是说这几年 十年前人家也最高 房价最高了最高了 说到现在还是最高了 九月份 九月份十月份 八九月 这个三个月是 省交量是下来一点 对 十一月份又上来了 十一月份的省交量又上来了 哎 又往上了 但是他们先知先觉的人已经觉得了 后面出来了消息 你看到吧 这样怎么了 又是对房子要好吃的呀 然后呢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五大星成 五大星成的 人才引进 都可以落户了 这又是一部 庞大的带务进来买房子的呀 训练也是这个一个政策 一来我觉得要涨 你这个很有这种 这种投资的眼光 这种财务的眼光 然后我一看不对了 马上就卖 那个房子卖掉 我看要涨了 卖吧 卖掉 然后再去到那边去快点买 现在还好买好了 买好了 你现在不买 现在要一千多万 我买的时候还便宜一点 对吧 那个时候还七万 现在要十万多一瓶 这现在买房子嘛 但是也有一点 你现在买的话 跟你们以前还是有点区别 我觉得还是这个地理位置 在锅方面 还是有一些区别 有点假的 有假究的 但是你如果要自住的 还是要买 如果你是投资的 要选地方 对 这句话最实惠 对吧 如果你是要住的 还是可以上车上车 上海肯定是不会跌 但是像我们好多老家 好多地方 有危险的 不要踢着 他们是能流出的 不是流禁的 上海你不买 人家买的能好多 对吧 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了 买房子 我看看 谁要这么高的房价 人家不是说这么高的房价 买不起 都还买不起 我去一看 我吓死了 我吓死了 我付钱 排了整整一个下午 我肯定想想付钱快乐 对吧 排了整整一个下午 没有想象那么简单 排了 我十一点多去的 到晚上五六点钟 就排了六个钟头 就付钱 你看了你就知道 需求的人太多了 都是三十几岁 外地的很多 那边浦东那边外地的很多 人家都是人才引进的 他们能赚钱呀 赚得到的 那么三十几岁的 都是小两可 像我们这种年纪已经少了 我也是我儿子去买的 对吧 我们是反正家在那边不远 就一块过去 车子上反正坐着一块过去 我就住在旁边 哇看到真的是人生人 一批进去了 那个时候不是也有那个疫情吗 也有疫情 然后他们多少人进去 多少人进去 选房子的时候 我们去了四个人 不让我们进去 只有进去两个 进去两个 我儿子媳妇跟他们进去嘛 好了 我们就无所谓 反正你们坐着 你们去跳吧 然后就跳 房子没有了 你不知道 楼梯 下面不得了的人 都等着 哎 他有人不要的有啊 想挑个那个 那个 剪个乐 人家有的人不要吗 剪个乐 但是有人不要的有的 对 他是那个摇号摇到一号 他不要 为什么他怕摇不到 他怕摇不到 外面的两手 两手网已经买好了 他说我这边两手网也蛮好 我看到了 看中了一套 那里面怕摇不到 两手准备 然后他这边买好了 他就没钱了 这边放弃了 这边放弃了 所以第一号没人买 后面的人都上去了 那里哪里都空啊 对 就算你有几套房子 但是你也租出去的 很好租的 一会一会就租出去了 像我那边 我人还没走 后面跟了好几个人来了 等我 这边我挂一个 中间这么挂 等我全面挂到后面 后面冷的 已经全部跟过来了 到我家里一看我要了 你也抢 你也抢都要 租房子也这么好的 中间的中间还炒起来了 你这个手签 我加你两百 我加你两百 但我要挑了呀 我要挑一个 能年纪轻一点的 看起来干净一点的 我要挑租客了呀 我也要挑租客了呀 我仍然那个价钱便宜 对 对吧 你说房子能掉吗